接听一下网络的日本联合视频 马云凭啥能够在日本住半年 他又不是日本国籍 其实就是因为马云拿的可是联合国的护照 联合国没有护照 但是联合国确实会发行一种类似护照的旅行证件 叫联合国通行证 这是个法语词 意思是let pass 放我过去 所以他在日本想住多久都可以 不好意思 不可以 确实有一些国家给持有联合国通行证的人免签待遇 但是日本要求持有联合国通行证入境 需要携带本国护照 只有大概50个国家是免签的 并且有不少国家标注了 封面是红色的通行证才免签 红皮的一般发给司局级以上的领导 这里面亚洲国家有10个 没有中国 并且我和常驻日本的小伙伴确认了一下 哪怕持有中国外交护照 也是需要签证的 而且退一万步讲 就算免签 最多是90天 不是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虽然联合国不是一个国 不过他这个护照非常的优差 这个护照里面有个特权 叫做外交豁免权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在某个国家犯了什么事 触犯了当地的法律 当地的司法拐辖权还管不了你 这句话对了一半 1946年生效的 联合国外交特权及豁免公约 确实赋予了联合国职员 和专家外交豁免权 包括不受拘禁 文件不受侵犯 言论不受诉讼等等 但是公约里明确说了 这是为了执行公务 不是让你违法乱纪 秘书长有权并有责任 对于任何职员 与任何事件抛弃或扁 中国肯定不止三个人 300个人都打不住 我估计得有四位数 具体数据我没有 但是我认识的都不止30个 传闻马云有一本 是因为他曾经被任命为 联合国冒发会议的特别顾问 不过我给冒发会议的人 发了个邮件问了问 目前马云没有继续担任该职务了 至于UNLP是否曾经签发过 这个可能就得问 在纽约的徐德志老师了 这里说的好像印巴的核武器 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一样 实际上印巴两国在50年代 就已经再点核能的科技术了 核武器研发 印度开始于60年代 巴基斯坦则是70年代 在1998年两国核试验以前 印度已经成功完成了 代号为微笑的佛陀的核试验 1998年双方核试验后 美国对两个国家都进行了经济制裁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172号决议 对双方进行谴责 要求印巴双方停止核武器研发 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 两国有核能合作 但绝对不涉及军事技术和生产 中国在巴基斯坦有建设商业核电站 但这个完全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的 这个消息最早是美国媒体发布的 印巴的导弹技术 一直都在发展 况且巴基斯坦也和中国接壤 2000公里确实打不到北京 打到成都也难受 巴基斯坦这个国家也很特殊 虽然和中国关系好 但其实是美国的正牌盟友 连核武器的安保设施 美国都提供了援助 美国主要是担心恐怖分子 把巴基斯坦的核弹给偷了 说实话 真要是偷了 中国也得头疼 讲道理 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 中国偷偷给巴基斯坦送核弹设计图 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 李鹏前总理当年就对各国媒体明确的说 中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字国 中国人向来守信用 既然我们签了字 就要说到做到 原本是美国媒体炮制的消息 现在中文互联网搞得阵阵有词 回头再出口给西方递刀子 你看 中国人自己都承认 自己违反了条约 那怎么还有资格指责澳大利亚 买核潜艇呢 我也一贯反对五大流氓的说法 说美国是霸权主义单边政治 可以 可我们中国凭什么要一起当流氓啊 我们反对美国的做法 是因为美国是霸权主义 而不是因为我不是霸权主义 我们要搞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建设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 我们应该期待 中国领导的世界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而不是更流氓的世界 如果 中国又早一日变了眼神 变成一个超级大鬼 也在世界上 称王称拔 到处欺负人家 侵略人家 剥削人家 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 戴上一定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 就应当揭露他 反对他 并且从中国人民一刀 打到他 那么从日本的角度来讲的话 日本呢一直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安理会非常安理事国 因为这个位置距离常任理事国是一步之遥 至少有干过一届联合国安理会 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 有120多个吧 如果说非常任理事国 离常任理事国只有一步之遥 那是不是有点人挤人呢 顺便说一个冷知识 类人群星闪耀的利比利亚 在1961年也干过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每年大会呢 都会选五个新的 任期两年 今年是摩桑比克 瑞士 马尔他 厄瓜多尔和日本 日本呢换下了印度 我们之前说过呀 在俄乌问题上 印度挺偏向俄国的 这下俄罗斯的处境啊 更艰难了 这句话没毛病 日本是目前除了武昌以外 在安理会待的最久的 24年 后面呢 跟着巴西 阿甘田 印度 也没错 会员国呀 只有议题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才能参加讨论 只有发言权 没有表决权 10个非常理事国是按照全球的地区来进行分配 非洲的国家比较多 非洲给了三个名额 亚太地区给了两个名额 另外呢 拉美和加勒比的地区给了两个名额 以及西欧和其他地区给了两个名额 东欧地区给了一个名额 这里可以补充一点 这个地域分配是根据大会 1963年的第1991号决议 原文是亚非国家共五个席位 不过当时各国协商达成了君子协定 非洲三个 亚洲两个 1968年后呢 又达成一项君子协定 现在的那个阿拉伯国家是根据 所以很多时候啊 所谓的选举 其实都已经预先协商好了 这里面呢 有挺多有趣的故事 我们有机会再开一期视频讲讲 日本利用对外援助 谋求政治利益和安理会席位是公开的 学界呢 也有很多研究 不过与其说给钱 劝退啊 不如说给钱买票 因为安理会席位 背后的利益是很大的 像06年 哈佛大学的一篇论文 从IPE的视角出发 说一个国家成为非常人理事国后啊 来自美国的对外援助 增加了59% 这几年 也有很多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 总之 其实宋老师这期视频啊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基本还是比较妥当的 主要一开始 那个一步之遥啊 把我骗见来鉴定了 所谓的联合国 不过是国际金融财团的工具而已啊 如果国际金融财团 真有操控联合国的本领 那国际金融财团 应该也看不上联合国这个厕制生产作坊了 联合国会费是各国分摊的 但是现在纽约总部的地儿呢 确实是洛克菲勒捐了850万美元买下来的 最早的时候啊 联合国其实没想把总部建在纽约 还有人脑洞大开啊 想把联合国总部设在一艘船上 周游世界 在公海上飘着 凸显公平 第一届联大是在伦敦开的 在那次会议上 联合国大会决定 接受美国国会的邀请 安家纽约 志斌作者呢 随后解读了这幅画背后的 因案内核 其实我听的还挺津津有味的 无论听着跟猎奇小故事一样 这幅画联合国官方的解释 是象征着战后重建的美好 和平等的新世界 其实世界各国领导人 很少去安理会 基本都在联大开会 但这个阴谋论 最大的bug就是 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 天天在眼皮子底下 看这幅画 如果真有什么问题 居然几十年了 也没人看出来 这可能吗 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问题 直接装修的时候 换掉就好了 我们之前聊人群理事会的时候 就说 人群理事会的会议室 就是西班牙政府捐钱修的 安理会的磋商史 是俄罗斯政府捐的 联合国代表 休息大厅里的长城挂毯 是中国政府捐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解读一下 这个长城背后的阴谋论 中国政府捐的礼物 还包括一个宝顶 和一个和平尊 都挺有特色的 今天就接近到这里 我是小Q 我们下期再见